大家好,今天帶大家來吃這家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因為泰文我不會念 然後這家有名的話呢 我是看蕭恩他們介紹這一家啦 這家的牛肉很好吃 然後我們剛剛已經排隊了 像外面這邊都要排隊 然後他的排隊呢其實很簡單 就是抽號碼牌 然後號碼牌輪到你的時候呢 就可以直接進去做了 那我們現在呢 我們已經進去做了 然後要等上菜這樣子 然後這邊呢 這個部分他們晚上跟賣的 我之前有來過一次午餐的時候 可是他午餐的時候不是賣這個牛肉 他現在晚餐呢 是從5點開始 就是賣這個 烤牛肉這樣子 這樣子的菜單而已 那聽說啊 這個牛肉非常的好吃 然後 等一下再拍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啊 裡面的人還蠻多的 不過他們翻桌率也蠻快的 就是吃完的時候呢 店員就趕快幫你收拾一下 然後就換下一桌了 所以翻桌率還蠻快的 然後剛剛說抽號碼牌 就是在這裡 這裡抽一塊號碼牌 現在已經抽到18號了 下面是9號 然後我剛剛是抽到7號 我們已經開始在這邊做了 我們已經點完餐了 就等他上來這樣子 然後 菜單種類其實很簡單 就是 這樣子就是全部的菜單了 然後牛肉不夠分三種 一種牛種 一種是有醃過的牛肉 另外一種就是牛肉片 然後呢 這個是沒有醃過的牛肉 所以就這三種而已 然後我們就先各點一種啦 如果說吃得下 就是 看哪個比較好吃 然後再繼續加點這樣子 我們就點的菜 跟摩西 送上來的 OK 送上來這邊的 然後加點的雞蛋啊 白米啊 然後 我們就先各點一份基本的來吃 就再挑說好吃的再加 然後我們的牛肉片 先陸續上來了 先拿一個牛肉片 然後還有一個 這感覺 這是醃過的嗎 因為是雞肉吧 這是雞肉 喔這是雞肉 這看起來應該是雞肉 我就是各點一個 然後再加雞肉這樣子 因為這看起來是牛肉 牛肉片 牛肉片它 有一個是有醃過 一個是沒醃過的 呃 對還有另外兩個 一個醃過一個沒醃過的 我覺得應該是耶 應該是 就像你剛剛講的一樣 把它攪之後 然後再點下去 這樣子 然後再上去烤 OK 我們的菜上來了 我就先隨意 都可以點這樣一盤 那這個是蝦子 牛肉片 然後一火鍋料 然後呢 牛肉 菜 然後雞肉這樣子 然後上去啊 就可以這樣子 我覺得還蠻好吃 好 現在呢 我們就把它煮生熟 那記得啊 我們剛剛一開始 把這個東西煮得太熟了 太熟啊 就不太好吃 就是 牛肉大概就是半生熟的時候 然後就可以直接夾一下一下 一次又比較好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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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